在我来圣玛丽大学之前 我的英语口语不是特别好 学习英语能让我有更多的机会 去在一个英语国家得到更好的工作 在台湾天涯市教育 逼学生把所有东西背下来 在这里教授比较在乎你 也没有真正了解课题的重要性 圣玛丽大学允许学生拿自己喜欢的课 也因此这样学生更加容易发现自己喜欢的科目 刚来加拿大的时候 我发现这边的文化和国内有很大的差异 相比之下这边的文化更加开放一些 陌生人之间的距离更加接近一些 所以也更容易交很多的朋友 这边的教育相比之下非常的严谨 不仅需要我们掌握所需要的理论知识 而且课程需要我们能够掌握运用这些理论的能力 哈利法克斯是一个拥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城市 在我们的市中心也有很多不同国家的餐厅 而且最好的一点是 我们学校离市中心非常的近 所以生活上来讲比较方便一些 圣马利大学虽然在市区里 可是它非常靠近大自然 学生组织运许我增强自己的软实力 也给了我个优势 圣马利大学让我在毕业以前积累了工作的经验 获得了时间的机会 我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房子 风险投资公司之前的实习 帮我获得了相关的工作经验和突出的推荐信 我的客户群是那些勤奋的创业家 能帮助他们取得成功是一件很令人兴奋的事 大学期间的带新实习让我得到了工作经验 和建立了有效的人际关系 帮助我在大学毕业后得到了工作 在国际学生中心的工作 能够让我有机会为他们在第一时间提供服务和帮助 让他们感觉到这里就是他们的新家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 所以我们的学生可以学习更多 在中国的经济经济 同时中国的学生也会来到我们的地区 的支持将一直延续着 最初来到哈利法克斯的时候 我并没有想要留下来 但是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生活 让我爱上了这个美丽和友好的城市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棒的选择之一 所以我很想多求你 我希望你是所有的专门 我们一定要留下来 我一定的看待 地去延续人的两个不同的国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